哈喽,宝宝们,大家好,给大家更新一下糖醋鲤鱼的做法 非常的好吃,喜欢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一下 首先呢,我们准备鲤鱼条,然后刹好,洗干净 然后斜刀呢,把鱼肉片开 就如图中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两边全部切好以后呢,我们放在一个盆中 然后给它腌制一下 我们加一点葱姜,然后少许的盐,少许的鸡精 然后料酒,腌制五分钟左右 腌制好以后呢,我们准备一点玉米淀粉或者山芋淀粉都行 然后把鱼肉呢,全部裹匀淀粉 然后一定要裹得均匀一点 我们锅中烧油至七成热 然后用手拿着鱼尾,然后用勺子呢,把油淋在鱼肉上 然后多拧凝几遍 然后定型以后呢,我们放入锅中 然后用中火给它炸至 然后一面呢,炸至 炸熟以后 然后再翻过来炸另一面 全部炸熟以后呢,我们捞出来控油 然后摆入盘中 我们锅中加入适量的番茄沙丝 或者番茄酱都行啊 然后加入少许的水 一小勺盐 一汤勺的白糖 半汤勺的白醋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颜色不够深呢 可以再加少许的老抽调色 然后用大火把番茄汁然后烧得浓稠一点 然后浇在鱼上面就可以了 非常酥脆好吃的糖醋鲤鱼就做好了 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666支持一下 每天呢都会更新美食 喜欢美食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